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糖类 糖类是身体的主要能量来源,又称之为碳水化合物 一般是淀粉或糖类食物,主要由碳、氢、汗氧组成的有机化合物 以葡萄糖的方式为身体细胞供应能量,包括身体活动、生长发育、心脏跳动、以及大脑思考 更可作为储存养分的物质,也和免疫系统、受精、预防疾病、血液凝固和生长等有相关联 人体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是糖,许多的食物皆含有丰富的糖 其中又以淀粉类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却并不是提供身体热量的唯一方式 也能以蛋白质或脂肪得到能量,摄取足够的糖类,可减少蛋白质转换成热量 就能有充足的蛋白质,让身体生长发育,与修补组织使用 糖类一般不能直接转换成能量,但人体能把其他单糖及双糖转换 葡萄糖也是最主要能量来源,在所有食物营养成分之中 单糖和双糖是较小分子的碳水化合物,一般称为糖 另外含有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食物中 可消化的糖类一般称为复杂糖类 糖并非糖,糖一般是吃起来都有甜味 而糖是所有含糖食物的通称,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按照分子结构可分为纤维、多糖、寡糖、双糖、单糖 这些糖类尝起来不一定都具有甜味 糖类主要分为四大类 一、单糖 单糖为新陈代谢之中最主要燃料 因为无法水解为更小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是糖类中最小分子,可提供能量 分为半乳糖、果糖、葡萄糖 一般市售的糖大多都是这糖 分解后才变成葡萄糖 用在低血糖时 会食用可直接吸收的糖胶及葡萄糖粉 这两种糖是单纯的葡萄糖 单糖如果在身体没有需要及时使用 人体会把单糖转换 成为干糖储存起来 在植物中则会储存成为淀粉 二、双糖 双糖是由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单糖连在一起组成的糖类 是最简单的多糖 包括蔗糖、麦芽糖、乳糖等 但是其中乳糖是最容易被忽略对身体的影响 如羊奶以及牛奶都含乳糖 可是喝的感觉并没那么甜 经消化吸收后都会转变为单糖 所以为糖尿病患调制的配方奶粉 会把乳糖去掉以降低血糖上升的幅度 又以甜度不同的蔗糖和麦芽糖来说 一公克都有四大卡热量 对血糖都有快速且明显的影响 所以需要适量食用 三、寡糖 寡糖有类似水溶性膳食纤维的效果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改善腹泻、便秘等状况 因为人体小肠不能完全消化寡糖 所以未能消化的寡糖可让肠道的益菌利用 使消化道菌从生态正常 增加益菌数量 协助改善肠道的消化与运动 降低毒素吸收 预防肠道癌症、肠发炎等等的发生几率 并且能改善血脂平衡 虽然寡糖有甜甜的味道 却因为分子比较大 细菌不容易分解和利用 所以不易引起蛀牙 并且寡糖有难以消化的特性 在摄取之后不易增高血糖的几率 对于糖尿病患及怕胖的人可适量食用 4. 多糖类 多糖类也是常见的热量来源 大部分生物都能分解淀粉转化成为葡萄糖 却无法消化纤维素与其他的多糖类 复杂的多糖类并不能轻易被分解 但却也是人类营养素之中很重要一部分 这些营养素又称之为食用纤维 它对于人体的好处 有促进消化等等 膳食纤维主要可分为水溶性纤维 及非水溶性纤维两大类 水溶性纤维主要功能 1. 可助稳定血糖 2. 降低胆固醇 3. 减少油脂吸收 4. 可助肠道健康 5. 缓解饥饿感等 非水溶性纤维主要功能 1. 促进肠道蠕动 2. 帮助排便 3. 增加粪便重量 4. 加速代谢有毒物质 5. 饱足感增加等 膳食纤维食物来源 有蔬果以及颧骨杂粮类等 都含有不易消化的多糖类 其中包含寡糖 纤维素 具葡萄糖还有抗性淀粉 对于人体是十分重要的 却也不是都没有热量 约每一公克有两大卡热量 如煮熟的蔬菜 一碗含糖量约10公克左右 因此增加血糖是很纤维的 所有蔬菜的热量差异并不大 可缺乏就容易发生便秘 气势症 痣疮 心血管疾病 大肠直肠癌等状况 膳食纤维因为有含水的特性 充足的膳食纤维以及水 能够稀释掉肠道内的毒素和致癌的物质 并且软化粪便 促进肠道的蠕动 增加粪便重量 改善便秘等问题 大部分人的便秘 是因为不正常的生活作息 进而造成了习惯性的便秘 也因为运动量不足 腹部肌肉衰弱 肠道蠕动缓慢 饮水不足使粪便干燥坚硬 最重要的是因饮食中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使得粪便量减少所造成的 长期便秘也容易并发口臭 腹痛 容易疲劳 食欲不振 口干舌燥 头昏 头痛 失眠 急躁等疾病的状态 粪便没有定时的代谢出身体 粪便中的水分就会在大肠中被吸收 时间越久 粪便会变得越干硬 也就越不容易排出 它不单单只是食物残渣 也有许多食物之中的毒素 这些有害身体的毒素 会跟水分在大肠中一起被吸收 在经由肠道与肝脏循环 这些有害身体的毒素 被送到身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后 会增加肝脏的工作量 此时肝功能不好的人 会提高肝病变的发生率 也同时提高癌症发生与复发的几率 有研究指出 老年痴呆症 高血压 中风 乳癌 心肌梗塞 大肠癌等 发生几率也会因便秘而增高 所以千万别忽略便秘的问题 便秘这样的小症状 隐藏在背后的可是非常大的问题 习惯性便秘的人 需先检视自己的饮食 是否每日吃有足够的膳食纤维 并且喝充足的水分 膳食纤维因为有不被肠道分解消化的特性 所以能够发挥它保健的功效 纤维质也可刺激肠的粘液分泌 提供缓冲以及保护肠臂细胞的作用 进而避免有害的物质侵入 水溶性纤维之中的寡糖 可成为肠内乳酸菌繁殖的营养剂 可助调整肠道的细菌生态 降低坏菌的滋生保持健康的肠道 人在压力的增加时会产生皮脂醇 这激素会增加饥饿感 使人们渴望摄取高脂肪 高能量的食物 许多食物及饮料都会加入糖调味 不同的食品添加糖的分量不相同 可是这些含糖食品以碗为单位时 差异就会很明显了 含糖量少并不代表血糖增加幅度较少 多糖类的食物含纤维量多少及烹调方法 对血糖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也是常造成血糖起伏不定的原因 不论是糖还是糖 经过消化吸收之后都会转换成为葡萄糖 增加的葡萄糖需要胰岛素的分泌调节 让血糖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小幅度的波动 需减少较精致的双糖与单糖 因为这类糖容易快速吸收 增加胰岛素分泌的负担 这些精致的双糖与单糖 为身体所供应的是空卡路里 空油热量很少或几乎没有提供其他营养 是油糖 油脂 以及含有酒精组成的食物或饮料 如果久坐不动或少吃减肥的人食用 食物因为只提供热量 而没有提供足够营养 就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对于糖的选择以及分量的控制 尽量是不用或减少糖的使用量 也是糖尿病患能否成功控制糖的重点 果糖的代谢基本完全是由肝脏 转化成为葡萄糖以及乳酸 如果过多摄取添加果糖 或高果糖玉米糖浆的饮料 也会造成肝脏的负担 也与肥胖、高血止症和高血压等都有关 要预防肥胖、糖尿病、癌症等 都需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但要摄取维生素 含丰富纤维值得多糖类 还是比较健康的选择 在增肌减脂雕塑体态的过程之中 应该选择较为优质且低GI值的糖类 不会因血糖奏声使胰岛素快速分泌 反而血糖变为脂肪囤积 也需要尽量避免加工食品 因为加工食品大多都是高GI 以及高热量的精致食物 在减重过程之中 糖类也是很重要的 运动当然也是减重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运动时间如果过长 会导致血糖水平显著下降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 进而造成躯体和精神疲弱 饥饿及眩晕 低血糖症持续的状态下 会造成意识模糊 严重甚至会造成脑部受损 适当地摄取糖类 也能维持正常脂肪的代谢 可当糖类严重摄取不足时 会造成脂肪的代谢不完整 酮体会过量产生 因此会发生 酮酸中毒出现昏迷 严重甚至会致命 倘若糖类摄取的过多 身体过剩的糖类会被转变成脂肪 脂肪就会堆积在体内 因此控制摄取量 是有助于减脂 糖类也有减少蛋白质 转换成热量 与备用蛋白质的功用 当饮食中糖类足够时 身体会优先采用糖类 作为主要能量的来源 让蛋白质作为建构及修补 肌肉等其他组织器官使用 细胞也会利用糖类分解产生的能量 协助建构或修补人体等工作 所以糖类也是减重的最佳助力 每种营养素都有好处以及用处的地方 也包含提供身体能量的糖类 但是任何营养素如果摄取过量 就是对身体的一种伤害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 如果你愿意支持与鼓励这频道走得更远 欢迎分享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 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期待 期待